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 启示录的第四章的下集 天上赞美神的政府 即将在地上建立 启示录的第四章中的第八节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们昼夜不住地说 圣灾圣灾圣灾 主神是昔灾今灾 以后永灾的全能者 And the four beasts had each of them six wings about him And they were full of eyes within And the rest not day and night Saying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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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God almighty Which was and is And is to come 第九节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 尊严感谢 归给那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And when those beasts give glory and honor And thanks to him That sat on the throne Who liveth forever and ever 第十节 那二十四位长老 就仆佛坐在宝座的前面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冠 又把他们的冠冠放在宝座前说 Before and twenty elders fall down before him That sat on the throne And worship him that liveth forever and ever and cast their crumbs before the trauma scene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佩德 荣耀 尊贵 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Thou art worthy, O Lord, to receive glory and honor and power For thou hast created all things And for thy pleasure, thee are and were created 本章的第八节是启示录中的第一个赞颂节 在启示录中的一共出现了十四个赞颂 这个分别是在启示录第四章中的第八节 就是本节 还有第十一节 第五章中的第九、十、十二和十三节 还有启示录中第七章的第十一、第十和十二节 启示录十一章中的第十六到十八节 十五章中的第三到四节 十六章中的第五、六、七节 最后呢 最后呢 就是启示录十九章中 第一到三节 四节 六至八节 这些赞颂的段落 在原文的形式都是可以唱颂的诗歌 事实上呢 亨德尔的弥赛亚中就直接用了这些段落的赞颂 当我们和初期的教会一样 在遭受世界的逼迫和异端的搅扰的时候 不但是世界逼迫我们 而且是基督教内部的异端也在侵扰我们 我们应当记住 四合物现在就在天上 仍然在昼夜不停的赞颂着 就像本章所说的那样 向我们昼夜不住的保证 圣洁永恒和全能的神 必将守护教会 胜过一切的罪恶 仇敌和对我们有害的环境 这个两天呢 即便是我也被各种各样 令人刻骨铭心的背叛 给刺激到神经了 这个呢 我必须是承认 因为我本身是水象星座 巨蟹座 本身就比其他的星座有敏感 所以呢 被刺激是一样的 这个跟其他人是一样的 只不过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前途和结局 所以即便是给刺激到 也不会惊慌失措 也不会怀疑 也不会不知所措 也不会动摇 也不会背叛 现在这个是背叛季节 就是秋风要吹落最后一片叶子的时候 属神的人同还没有得胜的人的根本的区别 就是属神的人不会被外来的各种侵扰 各种烦恼 各种侵害所贡献 因为属神的人没有内忧 只有外坏 只有来自外部的攻击和迫害 而还没有得胜的人就要反反复复的 内心本身受到困着 一碰到来自外界的冲击 就会怀疑 是不是圣经的预言也许不对吧 上帝究竟存不存在啊等等 其实 即便是现在最不幸的事情发生 那也就是拜登跟哈里斯进了白宫嘛 那也没有什么 因为红州是不会接受民主党犯罪集团的统治的 红州联合起来 将要宣布独立 这个跟民主党州不愿意接受川普连任 而要宣布独立 分裂国家是一样的道理啊 何况 何况1月6号还没有到来 而且就连在最高法院 也还有没有审完的案子呀 还有别的案子要判呢 所以现在比川普着急的 更着急的是左媒和民主党 哈里斯到现在也没有辞去参议员的职位啊 这个是发自真实我的表述 比外界纷纷扰扰的表象都更准确 一个当选了的副总统 干嘛要死死不放一个联邦参议员的位置呢 这不就是怕万一进不了白宫 连参议员都做不成了吗 所以说这些民主党人从骨髓深处 这些都是假人啊 嘴上说的跟实际上做的完全是两码事 今天的美国的情况事实上就是很简单 就是分成两个部分 基督的美国和敌基督的美国 这两种力量是根本合不到一起的 因为属神的和属世的龙兽巴比伦系列的 这个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力量啊 根本就不可能被united 所以呢 大家不要被心情影响 而耽误应该做的事情 世界的结局 万物的结局 圣经早已经说得很明白 中间有多少具体的曲折和起伏 这个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终点是可知的 而且是确定的 那就应该按照原有的方向继续前进 很多人担心老爷子的结局 会不会是被强行的移出白宫 其实呢 老爷子在2015年 出来竞选总统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他的结局 老爷子豁出全家的身家性命来做这个总统 无休无止的要应对各种各样的迫害和诽谤 这个在巴尔的辞职性里面 高度赞扬了老爷子在四年之内所取得的成就 而且还开诚不公的说 您是在残酷的迫害之中一路走来 并且取得了这些成就的 正是因为老爷子准备好了迎接他的结局 所以您真的不用担心 老爷子在天上的位置 他已经给自己证得了 而且得胜的基督徒在复活之后所得的灵性身体 是不朽不坏的 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中的四十二节 复活之后的荣耀之身不会生病 没有死亡悲哀哭和疼痛 这个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中的第四节 所以说我们是一群知道自己的前途 而且前途早就被固定下来的人 相反 如果您要在黑夜的海上 没有灯塔指引的航行 那您的前途是未知的 您什么时候可能沉船 这个都是不可知的 徐志摩有一首诗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既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 所以呢 但愿这交汇时所放的光亮 能够照亮您一小会儿 而且呢 我们也乐于为所有的人点一会儿灯光 因为这是很多人走向永远的黑暗之前 所看到的最后一丝光亮了 在教会被提之后 圣灵撤走了 就像本章 启示录第四章中所描述的 教会时代 结束之后 圣灵撤回到天上 教会被提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地上就会完全的黑暗下来 一直到上帝 用七碗七号交土政策 来填平每一座山蛙 移平每一座山岗 而我们跟随着主 踏着年延六百里的从西奈山一直到耶路撒冷 向地下渗透二百英里厚的红地毯 来宣告着千禧年的祝鹏 和已知人类历史的彻底终结的时候 从此神的意志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不过就是十几年之后的事情 很快 很多人呢 是不能被神的话语所鼓励的 那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 是绝望的 是坐吃等死 而且毫无能力改变自己的人 这些人 可能根本就不能理解当年一百零二名清教徒 就只是为了实践 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生活的理想 而放弃了旧大陆的一切 乘坐五月花号来到新大陆 开始了完全未知的探险 事实上他们其中的有很多人 连当年的冬天都没有熬过去 就病死在了新大陆 美国就是2.0版的古代以色列的尤大国 尤大国最后毁于巴比伦的攻占 而今天的美国就在被末世的巴比伦 攻陷的最后的时刻 就是现在就是我们正在见证的过程 尽管启示录通常是被视作一本描写毁灭的书 但是上帝的基本的身份是造物主的身份 启示录中预言的已知人类历史的终结 正是为了创造新天新地 恢复被人类失去的伊甸园 上帝的旨意最终造就了这本书所预言的一切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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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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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以及天堂的玻璃海抛下的树冠的情景 这个图像正激发了我们在礼拜中唱颂这些赞美诗 因为我们唱颂的是自己的未来 是唱颂的这个地上 当神建立了他的政府之后的光明的未来 当启示也要求我们参拜的时候 启示就正确的发挥了他正面的作用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四活物啊 描写的这个四活物 这个很难用 市面上能够看到的动物啊 来泪底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天堂的景象 这个四活物每个都有六个翅膀 围绕在他们的身上 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象征啊 这表示从这里象征的每一件事情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在天堂 每一个生物都要执行 紧接的执行神圣的命令 这个呢可以用以赛亚书 尼利米书和诗篇中的相关的经文来对照 比如说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中的第2到42节 在他上面有 撒拉夫 这个撒拉夫就是Seraphi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他们彼此高呼着说 这个圣哉圣哉圣哉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群地 因呼叫者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撼 电也充满了阴影 这个塞拉夫 塞拉夫 Seraphi 还有那个Cheraphi 这个都是天堂特有的生物 亨德尔有一个著名的女高音的远碳调 就是 Let the seraphim in burning low 这个是一个传统的宗教远碳调 还有呢就是在耶利米书的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到四十二节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看嘛 必有一人向大鹰击飞 展开翅膀攻击磨压 城市被攻取 尖累被占领 在那日 磨压永世的心 必惊慌 像临产富人的心一样 磨压必被摧毁 不再成为一个民族 因为他向耶和华 妄自尊大 先知以三亚所见的 六亿的天使 每个人都有六个翅膀 其中呢 有两个是被遮盖住的 以表示向神的 深深的敬意 有两个遮盖住头 有两个遮盖住脚 其他的两个翅膀 是用来飞的 他们的内心充满眼睛 这个就渲染了一点 就是周围和内心充满了眼睛 而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 是被翅膀连接 而是被用眼睛连接 意思就是说 从宝座的外部可以看到 那似活物周围的 以及宝座之下或之内的部分 都被眼睛覆盖了 这种明显的设计 是为了标志着上帝的天意 他的普遍存在和普遍的警惕 这个似活物是没有修西的说 圣仔圣仔圣仔 他们永远没有疲倦的时候 没有间歇 不需要break 如上所述 其含义就是 上帝的作为和方式 是不断的 不需要休息 圣节圣节圣节 其有关的含义 这个可以参见 以赛亚书第六章中的第三节 全能的主 上帝 万君之耶和华 他提到的全能 这个全能 就是展现上帝 非凡的力量 24位长老在他面前辅导 这是被赎回的天上的教会的代表人 这24位长老辅导在神前 代表已经被提到天上的教会 这也体现着所有教会的团结一致 如果对写作用的象征性的符号的解释正确的话 那个意思就是说教会普遍团结 赞美上帝 这因为体现了神的意志 是真正的管理者 在这方面的联系中 可以感觉到 只要神的政权的原则 有任何新的体现 教会就会对神予以新的赞美 不管对符号象征意义的解释如何 这里所说的事实 所要表达的精神都是毫无疑问的 当神的管理的原则 有任何新的体现的时候 上帝的教会总是感到高兴 感到欣喜 感到荣耀的 由于这些所有的行为 事实上是为上帝带来了荣耀 因此教会在出现任何新的神圣品格和旨意的时候 便会重新获得赞美 毫无疑问 这里所采取的观点和启示录 整个一本书的总体特征完全的相符 伟大的设计就是要公开 上帝才是未来的时代的唯一的意志 在地球上发生的各种革命 从耶稣基督自己上的十字架开始 所有历史历代 基督徒的付出的总和 一直到神的政权 牢固的在地上建立 他的管理原因普遍存在 这就是神的意志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个二十四位长老在宝座前投下他们的王冠 也就是说 在这个之前 他们曾经被加冕过 这个加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得胜 但是二十四位长老福弟将王冠投在神前 就是表示他们的胜利要归功于神 所以呢 这是一种礼节 他们用这种适当的方式承认 他们自己的得胜 是因为神的原因 这个四活物的赞颂 可能是代表脱离败坏的 辖制 受造之物 这个呢 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中的二十一节 曾经有过类似的描述 这个第九节呢 用了四个未来时代的动词来表示 这个并不是希腊文法 而是希伯来的文化 表达呢 是具有经常性的事物 所以 被翻译成 美逢 表示呢 谦卑和祥福 也就是说 二十四位长老是完全顺服于神的 把他们的冠点放在宝座前 表示自己的一切 荣耀尊贵和全秉 都应当归于神 第十一节呢 是启示录中的第二个赞颂段落 这个原文呢 也是诗歌 也在亨德尔达 尼赛亚中被音用啊 胡曲 写成了 唱段 对于 初期的教会的信徒来说 这个赞颂是很有特殊意义的啊 因为当时 在使徒约翰生活的时期呢 罗马帝国的人民都要称呼多米田皇帝为我们的主和神 Dominus et Deus 这个很有意思啊 现在这整个美国纳选寻举武帝的软件系统就叫Dominium 而且这整个操作的背后是一双企图偷窃神的国的敌基督的罪恶之眼 罗马士民在凯旋仪式上要高呼皇帝啊 你是配的 Dominus et Deus 这个时候 圣灵向倍感压力的信徒们 启示了天上的赞颂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你才是配得上荣耀尊贵权柄的 这就揭穿了地上掌权者的狂妄冒充和不堪一击 大大的安慰和鼓励了当时被逼迫的教会 这个二十四位长老清楚的赞颂和宣告着 是您创造了万物 万物因您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 这个原文是 万物因您的旨意而存在被创造 这句话 非常不寻常的是 先提到万物的存在 然后才提到万物的被创造 表明在没有时间之前 万物的存在 就是神永远的旨意的显现 然后才按照他所定的时间 将万物被创造出来 今天呢 很多世人 无知而无畏的勾举自己 世界自不量力的反对神 但是万物都是因着神的旨意而被创造出来的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动作 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于神 这个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中的二十八节 神早就预知了 世人悲逆的光景 万物都是为了神的旨意和计划 而相互效力的 这个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中的二十九节 世界始终就是在神的掌管之中进行的 神宣告说 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造的 是我所成的 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中的第七节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 述说我的美德 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三章中的二十一节 因此呢 无论当下的世界是多么的狂妄 周围的人是多么的无知 信徒自己都应当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们存在和被造的意义 这都是为了见证神的荣耀尊贵和权柄 而且我们是要被神带进他永恒的荣耀里去的呀 所以说呢 一个真正的信徒 他是自觉自愿的 同神永恒的荣耀连接在一起的 这个不需要你来强迫他 他就应该自己知道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他存在的原因 而且呢 不要以为自己是没有原因存在和延续的 但是很遗憾 大多数的人不知道他们存在的原因 也不知道他们延续的原因 比如说 我从来就知道真正给予我生命的 恰恰是主 而不是我所称为是父母的人 相反 在我还没有出娘胎的时候 就已经遭遇过七次 我亲妈的谋杀未遂 而且在我幼年和童年的时候 正是这些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家人 比如说是我父亲 我奶奶 我姑姑 这些人一次一次的企图害我的性命 因为呢 这些人是受恶灵控制 不愿意让属神的人长大 长大了再杀 那个就难了 所以一定要在小的时候就弄死 但是呢 我并不恨这些曾在我幼年和童年时代 害过我命的家人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他们本来就是可以轻易被魔鬼操纵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恨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本来就是来打一场属灵的战争的 既然是战争 那战士的荣耀就是战死沙场 这就是战士分内的事情 所以即便是全世界都背叛了我 我觉得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顶多就是受一会儿刺激 被恶心一阵子而已嘛 因为我的存在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本来就没有依靠这些人 我本来就没有依靠这些人而存在 对不对 没有依靠 那就不会带来伤害 完全信靠主的人 清清楚楚的知道 主是爱我们的 主渴望 早日同我们在一起 就如同我们渴望 同主在一起一样 被神无条件的爱着的那种幸福感 只有属神的人才知道 而且是没有办法分享给别人的 因为智慧本来就是属于个人的 谁都拿不走 这个我以前曾经说过 知识是属于社会的 但是智慧是属于个人的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知道 特斯拉和爱迪生的故事 爱迪生一辈子都在偷窃和利用特斯拉 但是特斯拉不在乎被偷 因为特斯拉知道自己是天才 知道自己的创造力无穷无尽 知道自己的创造力和天才是天赋给的 所以不怕偷 你至多只能偷到死吧 而且盗贼真正的不幸是从死后才开始的 那个无底坑火湖地狱受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 就是说智慧是拿不走的 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著名的十个童女 这个比喻 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 去迎新娘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 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 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油 在汽泥里 新郎延迟的时候 他们都打盹 睡着了 半夜有人 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 就兜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席 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 说 主啊主啊 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这个聪明的童女 断然拒绝分油给愚笨的童女 并不是说聪明的童女自私 因为智慧和警醒 本来就是属于个人的财富 别人拿不走 你也没有办法分给别人 新郎和新娘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个人层面上的 是武林上的亲密的关系 所以呢 别人不能代替 也没有办法分享给别人 对于那些看着要下地狱的人们 我们只能警告和劝阻他 他要是铁了心 可惜要下到那里去 不但是我们 连神也没有办法阻拦 他的自由意志 神在伊甸园里面创造了人的时候 是给了人自由选择的意志的 可惜我们的祖先 义无反顾的在第一时间选择了犯罪 我们身边的绝大多数的人 每天都在挤破头的打造一扇通向火湖的门 有人问我说 川普会不会随后下令 戒严和军管 我认为不会的 因为川普的内心是神的仆人 The trumpet of God 所以川普不是独裁者 川普是有灯又有油的同女 相反的 那些在川普对面的满口自由民主的假人 他们的内心才是想尽早实现独裁的 今天呢 这个聪明是 土星断然过境博洁做的 最后一天了 当大家从天早上睡起觉来的时候 土星已经进入水平座 本来就是属于 各将在水平座运行 别人拿不走 你也没有办法分离 所以 今天 这个是 个人纯面上的 是土星上的 土木星同时换位 这个就代表着 这个两颗社会行星 所带给你个人层面上的影响 事实上在下个星期 就转换主题了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 大家格外 不能马虎 不能大意 要保持警醒 而且 而且需要保持 乐观和积极的态度